主席 吴院长以及列席官员各位同仁大家好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要来了 今年的中秋节特别不一样 尽管它越远 但是人缺 因为多少条的圣鸣因为巴巴水灾而丧失 多少的家庭因为巴巴水灾而失去温暖 支离破碎 家破人亡 所以今年的中秋节应该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教训的节日 如何防台 听说又有两个墙台要来 当他们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恐怕带来的灾害不可限量 所以我希望所有有关单位必须要绷紧神经 做好预防的准备 唯有预防做的充足 做的无懈可及 才能够在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足以来抵抗 因为这一次的巴巴水灾就是我们太过于疏忽 所以会导致这么惨重的灾情 那既然知道两个墙台要重结在一起或是接踵而来 预防的工作 现在没有任何理由推卸 又说不知道 不小心不了解 所以我希望有关单位必须要绷紧神经 尤其是连续假期 有两天过节 我也希望官员们辛苦一点 见面过 外面不要吃 人民的生命比较重要 全部都摧毁 而当天深夜我们全家举家往山上逃 第二天再回家的时候 整个家也已经屠为屏蔽 那时候的心痛 求助无门 不像现在 马上电视一播出来 蜂拥而至的灾款 善心人士捐款 来让这些破碎家庭马上得以重建 我还记得我们不要经过几年才把那个房子一点一滴 一砖一瓦把它做起来 所以现在一看到中秋节又看到台风 心惊胆跳的那种画面马上浮出眼前 我也记得我那时候哥哥在当兵写给他的一封信 一个礼拜才到 结果当哥哥接到信的时候 那已经台风过了十天了 所以以过去那种资讯不发达的情形跟现在的比较 那当然现在的这些受灾户应该也要感恩的心 因为资讯的发达 因为善心人士的捐款 让你们可以重建家园 当然我们不希望再有任何的受灾户 所以中秋佳节不一定要很快乐 但是房台工作确定一定要做好 谢谢